你在看的是GIGABYE PLUS 學頻道 都說了,我要再教幾首歌先 因為真的沒有時間去解釋 我很想多教五月天 TELUS BRIEB的歌 但因為他們有些歌曲我是很少聽 變成我要找譜 我們要花一點時間 但暫時真的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去做 所以今天再教一首英文歌 盡量滿足一些聽外國歌 教這首歌就比較是 不是很夠,但我覺得很喜歡 吉他你不可能不懂這首歌在外國 就是GIMS BLANT 叫一首Hi 那玩什麼呢? 這首歌的chord真的不多 又寫了整份譜 chord是不多 但圖片就很有趣 圖片是這樣的 就是有少少東西要玩 這也是我經常喜歡聽外國歌 或者喜歡教外國歌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pattern的變化會大很多 就是你聽這些 就是你玩這些 它的pattern比較特別 這些歌會比較好玩 這些我也是很想教的 但今天先教一首GIMS BLANT的Hi pattern是怎樣玩呢? 什麼都不理會 先玩這個pattern 它就是 Du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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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Du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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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Dubdun Dudn ểuf 可能你會很容易上手的Pattern 一格就弄這些是棘手一點 但確實是因為Pattern就是這樣 這個是困難的 那聽一次吧 我一個要求 試試分上三線 下三線 因為它轉得很漂亮 它轉得很漂亮 第一下落上三線 其他落下三線 出來就跑那邊這樣 OK 要找得比較難一點 它的玩法就是這樣 再多一點 但比一個不太難的給你玩 先玩一下 第一下落上三線 其他落下三線 這個技巧已經很難按 我經常說有什麼多元化素弦系列呢 其實應該有講過這個 上三線素 跟下三線素的技巧 然後你看到我很多時候會大動作一點 平時我一向很主張的就是 素弦不要太大動作 不要太大動作 不要太多手臂的動作 玩上三線 下三線 如果我想遇到拍子 比較鬆動一點 我自己確定得到 我就會很大動作 我會很大動作 例如我上 我整個手擺疲 我會在整個手擺疲 即下一下這個 OK 跟著 下三 我就擺下了 這樣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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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最無聊 最愚蠢的說法 但我覺得很實用的說法 就是 你會發覺 我玩上三線 你很容易擺了 6 5 4 3 即是擺了四條線 原來擺下三線 你就擺了4 3 2 1 一個很愚蠢 但我覺得很好用的方法 就是 你認住自己掃第6 5 即是第4線 我是不掃的 你認住就可以了 那你很自然就會 剛剛數到3條線 然後你認住自己要掃第1 2線 就不要掃第3線 即是你認住自己掃第1 2線 你就剛剛好就落到第3線 即是不知為何是這樣 剛剛好的距離感會有一個動漆 這個是很好用的方法 我暫時教學生的學生都會是這樣 一開一波intro 四個bar 不斷都有g 你會見到他坐在寫字樓道 然後很帥 就在那裡 OK 接著首歌是怎樣呢 先聽一次 這首歌如果你未聽過 正常應該很多人認識 但我想可能再年輕少少少 中學生未必聽過他的歌 他不是很老的人 他都很濕的 近5、6年的事 先聽一下 超爆極高音 他的聲音是被美國 以為十大難聽歌手之一 但他很出名 我也很喜歡 因為他的聲音是很特別的 OK 我肯定沒有那麼高音 到中段我一定會不唱 但先聽歌詞 我完全忘記亂唱就算了 OK 中文字幕提供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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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na 看完 加了一個第二弦第三格 有什麼分別呢? 跟這個G 還沒多了音 沒有分別 然後買一個Color Chord 裡面怎麼玩呢? 這個B我很喜歡 放去第四弦的第一格 中指放去第五弦第二格 然後無名之放去第三弦的第二格 放下去 最好做到話 Mute 第六弦 甚至乎我只彈四、三、五、四、三、二弦 這個就是第二格 然後是Am 你喜歡的話可以放A-7 A7 這首歌有特別的地方 除了說So Chord Pattern 之外 它用的Chord也很特別 我經常聽香港的流行音樂 比較少用一些特別的Chord Progressive的走法 學這些歌 除了說學基本彈Chord之外 如果會寫歌 會合Bang的人 其實留意一下Chord的走法 是相當靈的 A7 食指放去第四弦第二格 中指放去第二弦 中指放去第二弦 Mute 第六弦 然後回來的又是G 其中指摸 T scaled D A7 A7 T I just moving my time agai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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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you shine Wow 俩似英文就算 但其實我已經覺得放十八個 meglio 整個節奏 數法 progressive element 按Chord的Color Chord的變化都很漂亮 所以我很喜歡這首歌 去到Chorus 它玩的Pattern 它玩過很直的 就像Balance的秘密那樣 1 2 3 4 & 1 2 3 4 & 它是屬於一種比較英倫的一首歌 變相我們用Pattern 給它們一個強烈的 一個很原始的感覺 這個感覺就好 OK 在這首歌裡 練你的So Chord技巧是相當重要的 Cord我真的不會太難按 但是問題是 練So Chord技巧有很多上三線 下三線 力度的表達是很困難 譬如我第一個C Chord 我玩了一個 頭兩下是高上三線 然後玩下三線 然後E 然後C 重複 即是 上三線是Bung 下三線是Bung OK 現在不是這樣 OK 都是這樣玩而已 那什麼C Chord呢? 我差點忘記了 C Chord D Chord 我覺得沒什麼要講的理由 已經E minor C 玩這首歌 我不預料是錯學玩的 OK 然後去到中間有一段 就是E minor C Chord C B U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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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